AI的晶片大廠 輝達 現在可以說是在全球炙手可熱的一間超棒的公司 過去一年其實輝達在股價上面 已經上漲了超過兩倍囉 估值他們現在是已經超過了1.5兆美元的門檻 那在上週他們的市值更是已經超過了 這個前三大的公司 Google 還有亞馬遜 在幾天內就成了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公司 那21號他們公布了新的財報 就顯示了輝達的利潤跟銷售額 已經遠遠的超乎了分析師預期的營收 也就是205.5億美元 總體的營收成長是超過了265% 創下了歷史的新高紀錄 消息一出當然是讓投資人相當的振奮 輝達盤後的股價更是直接飆漲到了10% 分析師就預估了說輝達未來 還有可能會出現爆炸性的成長 因為他的執行長黃仁勳他就說了 現在呢這個加速的運算還有生成式的AI 已經達到了市場的臨界點 也就是說呢現在世界各地的公司 包含他們的行業以及國家的需求 都對這個AI的晶片需求量都在飆升 不過輝達的財報利多還沒結束喔 下一波他們已經發起了他們的公司活動 向外界來做宣布以及公告了 今年輝達他們的GTC大會活動呢 要在18到21號會在美國的聖和熙會議中心來登場 他們的執行長黃仁勳呢 則是會在台灣的時間19號現身來發表 他們新的一款晶片B100晶片 據了解呢這一場會議呢 包含了台廠的台積電、鴻海以及廣達這些大廠 都會確定派人來出席參加 除了黃仁勳之外呢 還有一些厲害的公司 像是Meta、OpenAI跟Google 這些重量級的科技公司 也都會派代表來到場演說 那大家就很好奇說這一次的GTC會議呢 是內容有什麼呢 其實這個會議呢 主要是來針對一些生物學 或是網路跟資料還有雲端運算 還有一些人工智慧啊 重要的議題來進行一些像研討會一樣 那GTC之所以呢可以成為這個世界上 也就是全球最重要的盛會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整個生態系統 也就是說大家聚在一起來分享知識 推進一些先進的科技 所以呢才可以讓這個會議顯得這麼的重要 不過講到晶片呢 我們還不能不提到誰呢 也就是台灣最大的晶圓代工廠了 也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呢現在出現對手要跟他來挑戰了嗎 同樣是晶片大廠的英特爾就宣布了說 他們現在要幫微軟來代工晶片囉 也就是說呢 英特爾的目標呢 就是要在2030年來成為全球第二大的晶圓代工廠 消息一出呢 當然就是說他們就是要來挑戰台灣的 護國神山台積電龍頭的這個地位了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台積電的科技 以及他們的晶片 我們先把鏡頭來轉到日本 現在其實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也在蓬勃的來發展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去年在熊本設廠之後 其實也吸引了不少大型的日本供應商來進駐 所以呢在日本的九州西南方這一帶 已經逐漸來形成一個半導體產業的聚落了 一些台灣的企業看到這個產業聚集的效應呢 其實也紛紛的撤離 從中國來撤廠到了日本來設廠 那我們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呢 其實過去兩年至少在台灣 光是在台灣喔 就有九家的公司在日本設立業務 甚至是擴大了他們的業務範圍 這不僅其實是對熊本線帶來契機 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也有望可以來振興起來 由此可見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護國神山台灣之光 不僅帶動了台灣的整體經濟 也幫助了日本來振興他們的半導體產業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在裡面 extension